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呢 海枯石烂才能吃到 这具海枯石烂勾起了我们强烈的好奇心 什么样的鲜味需要等到海枯石烂 它又藏在哪呢 我们前往辽宁省盘锦市溯源 盘锦市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 是辽河入海口城市 这里有迷人的红海滩 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二介沟 也是盘锦市下辖的一个渔乡小镇 我们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 出海寻仙 游艇速度很快 我们像是飞驰在大海上 大概航行了半个小时左右 游艇开始慢慢降速 我们却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们竟然从一条船来到了另一条船上 难道我们还要开着大船继续寻找吗 可是我们等了半天 大船也丝毫没有动静 像是稳稳地扎根在海上 再看看周围的人 大家伙开始自觉地 在一个窗口前排起了队 好像是在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为什么还给我们美人准备了一双袜子 除了一双让我们摸不清头脑的袜子 我们还发现了一张线索卡 账面写的为避免贪图的尖锐贝垒 扎伤双脚 可是我们这都已经到海上来了 这怎么还写的是到贪图上呢 难不成我们要开船前往的 是一片带有沙滩的岛吗 我们要找的藏起来的鲜味 究竟是什么呢 时间还没到 稍等片刻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会遮向大白 刚才师傅给你们发了一个小装备包 里边是不是有袜子 你可以先把它装备上 我已经自己穿袜子了 最好还是用我们那个一次性的袜子 这是我们给你们配发的 专门的采险子的装备 现在正好10点52了 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大家好像还是没有动静 就在我们纳闷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 你快看 快看那边 这大海呢 船周围的海水竟然在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滩涂 原本停在海上的船 生生变成了搁浅在滩涂上 刚才我们是不是坐了半个小时的船 到了海上 然后我们又从小船换到了这个大船上 那刚才我们看了是不是周围都是海 那为什么现在 你看后面变成沙滩了呢 海水都去哪了 这儿的海水为何会消失 下到滩涂上 我们可以确定 这里跟普通的沙滩没有区别 确实是一片滩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格力港 它是一片水下的滩涂 它涨潮的时候 就是一片大海 落潮的时候才是一个探图 我们才能到上面去采贝蕾挖蛤蜊 所以说我们每次去格力港 就必须等到 刚刚开始落潮的时候 我们就乘船出海 在大海的中间 我们等 等这个潮水都落光 以后我们下雪 带着工具 穿着袜奥去采我们的白衔子 原来白衔子就是我们要找的藏起来的鲜味 我们也明白了 为什么说是等到海枯石烂了 海枯很好理解 就是等到落潮海水退去 而石烂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众多河流携沙石注入 接受了海洋的挽流 河流内的沙石被浸泡冲刷成细粒 形成一片高企的滩涂 因此就有了涨潮为海 落潮为滩的隔离港 你看我这几产子下去之后 就能上来很多 你看这个一个两个 这下面还有好多三个 这都是 也因为淡水的注入 所以隔离港的饵料生物特别丰富 再加上泥沙含量的比例 十分适合贝类生长 所以这儿的白衔子不仅数量多 而且个个肥美肉满 鲜嫩无比 可就在我们认真干活的时候 旁边的一群人 却有了奇怪的举动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们在跳采贝舞一起来 跳采贝舞 对 怎么来 跟我一起跳就行了 一起跳采贝舞 一起跳采贝舞 我被拉着跳了五多钟的采贝舞了 这就是为啥要跳舞一直 低头看 看我们的贝类白衔子 是不是自己钻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采贝的一种方式 叫做踏浪死贝 所以这个工具在这儿是没有用的 根本就没有用 只要这个一直采呀采呀 它这个就出来了 只要你保证足够的体力在这儿跳 在这儿采就可以了 而且你看我们采这一会儿 锅围就已经全市了 不行我要开始下手捞了 对 你等水清一下就看见了 看点小这边 差不多了这些 看 像五分钟的采贝舞 就能收获那么多的白衔子 对 但你们平常都是这么每天跳来跳去的 然后收获吗 不是 现在这是准备要大家做体验的 还有我们采贝的神器 这采白衔子竟然还有神器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 我们又回到了船上寻找神器 一入眼帘的是这个大家伙 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这么大的机器下到海中去捞小白衔子 这神器到底可以采收到什么程度呢 原本看起来是大块头的机器 来到海上也变得渺小了 我们体验过踏浪十倍 采到的白衔子也不少啊 这机器真的能赢过人工采贝吗 我们准备来一场人工和机器的对抗赛 那这个怎么样 有没有新鲜 有 必须有 人多力量大 十个人要干不过一个台车 那谁会赢啊 咱们会赢 咱们会赢 咱们会赢是吧 那我就当个辅助给你们加加游好了 好 谢谢 人工队必胜 比起这个人工队来说 咱们现在这边稍显冷清啊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我们机器队必胜 就以我帮你加加游必胜 目前人工队和机器队的区域已被采齐隔开 以三十分钟为险 采到白衔子数量最多者获胜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 预备 开始 首当其冲的是机器队 机器前端将泥沙和白衔子 一起卷到传输袋上 传输过程中 通过刷子去除多余泥沙 之后 白衔子便被传送到后端的网框中 省时又省力 人工队他们多半选择用手中的工具 每一爬下去都可以翻出不少白衔子 时间刚刚过去三分之一 可此时的人工队却停下了动作 这是出什么状况了吗 我看这人刚过去十分钟 怎么这都站住了呢 天太热 人太累 人工在这个热天就不行了 太热了 我们就在干一段时间休息休息 这个大概每个人这能有一斤 一斤 一斤多 每个人现在大概就是一斤多的收获 然后十个人的话就是十斤左右 但是目前的那个设备一直在跑 所以我们也不确定 它到底现在是有多少收获了 那您估摸着它那个机器的这个能有多少收获 它也就是十多斤 它也就是十多斤 但其实别看我们走的这个斤 它的距离长 但是我们这收获不一定比它少 对对对 此时见到人工队慢下来的机器队 确实十分轻松 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后期他们就干不动了 对呀 大概要给他们喝点水吧 太累了他们 时间过去大半 两队之间的距离差得越来越远 人工队相比之前似乎还停留在原地 难道说他们这是要放弃希望了吗 我们现在目前发现这一片面积比较多 哪块厚我们跑哪 我看您现在收获还行 收获也不少了 也算了 别五六斤了 这边一下我 一二点 哇 这个 这窝不止五六斤啊 我感觉很多啊 这一网这一网这都快十几斤了 那您收获在他们那边呢 他们肯定没我们多 人工队采取原地挖背的策略 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此时我们却发现机器队 竟然也停止了动作 难道他们也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你们这怎么停了呀 我们让一让他们 忘了他们 他们太慢了 甩了他们好像不止三条街了 对啊 我看看你们这个收获 来看一下 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大概过半了 那您觉得这个现在能有多少收获了 我觉得六十斤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是远远要超越他们 那这个一会再加速马力 估计您预计这比他们能多收多少去 三条街嘛 一开始说三条街 四条街吧 有可能 有可能 他这人码都注意啊 现在比赛正式结束 大家晚回走 八三点零五五 没关系 你先注意一下这个结果 结果就是我们机械队获胜了 随着潮水慢慢上涨 大家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每天接触最多的是海鲜 忙碌回到船上吃的第一顿饭 也是海鲜 这儿的每一位渔民 都是品鲜的行家 那当地最地道的白鲜子 做法是什么呢 白鲜子直接入锅 锅中温度开始上升 白鲜子自身的水分在慢慢蒸发 所以即使没有加水 也不会糊锅 白鲜子的口微微张开时 迅速捞出白鲜子 这样的操作 让白鲜子的鲜味 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 油锅中放入葱 姜 蒜 再加上必不可少的红辣椒 等到炒出香味 就可以放入已经锁过鲜的白鲜子了 而此时才真正到了展现功力的时刻 此时的白鲜子几乎已经熟透 所以入锅之后要不停地翻炒颠锅 才能使得白鲜子既入了味又不会变老 等到白鲜子均匀上色之后 便可以出锅了 拌着海风 吃上一口腊炒白鲜子 微微的腊液打开味蕾 鲜嫩的汁水在嘴里炸裂 这一刻再多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如果说白鲜子不是轻易能够出厂的鲜味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味鲜也是藏得够深的 根据观众提供的地址 我们来到湖南省长德市汉寿县 它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西滨 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物产丰富 那么观众说的藏起来的水中鲜 究竟是指什么呢 这个养殖场总共有11个堂口 最小的堂口面积就有100多亩 在我的左手啊 看 这个堂口的水面足足有300多亩 开始了啊 我看这个 用这个网补吗 这个网不大呀 这么大的面积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 这张网很不一般 虽然不到200米长 但是网眼却不小 将近十指大这个网眼 看来这水中鲜是个大块头 但是这一味鲜 究竟是什么呢 此时蔡大哥却迈起了关子 蔡大哥说这水中鲜不轻易是人 想要见他需要神器 但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神器竟然是他 几分钟之后 蔡大哥拎起了绳子 眼前却出现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幕 这啥什么都没了 刚才还是一整条近四斤的大鱼 此时已经面目全非 这藏起来的水中鲜 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这是多少时间给他咬这么多肉下去 五分钟 网眼大 残留鱼骨 鲜鱼被吃 背后究竟有何秘密 仅仅只过去了几分钟 白鲜鱼就被吃得只剩下鱼头和鱼骨 看来这水中鲜不仅个头大 还很凶猛 这藏起来的水中鲜 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我们决定跟船看看 这水中鲜的真面目 尽管这个水塘只有100多亩 但是微风吹起波浪 让我们的小船摇晃得很厉害 这个船太小了 可以开始下了是吧 好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间 成一条直线 100多米长的网 几分钟就已下完 等待20分钟后 我们再次坐小船 滑向水塘中心 开始起网 两只户说 这网有点沉 难道网上有大家伙吗 这么忙 它拼命地挣扎得我想上来是吧 你看看 这只有多重 三斤多 三斤多 原来藏起来的水中鲜是甲鱼 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 原本坐在船上 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 完全忘记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又上来一只 又上来一只 上来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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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不大 但是估计也有三斤 三斤 又有只 这只也有三斤多 负责人告诉我们 网补甲鱼的量虽然大 但网在水中的时间却要把握好 20分钟就要起网 否则甲鱼一旦挂在网上 时间过长 就容易窒息 这不 眼前的这只甲鱼 就因为在水中憋气 时间过长而窒息了 养殖户 赶紧给它做人工呼吸 接着又反复按压其胸部 这甲鱼终于缓过劲来了 这个看看 活了活了活了 这个也活了 对 它是憋气 憋晕过去了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 但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 我们这心里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还真不轻 很重 至少这一袋里有50斤 网补甲鱼虽然一网少则二三百斤 多则五六百斤 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 这么多的甲鱼怎么补不来呢 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 看上去像是在钓鱼 不过奇怪的是 别人的钓竿是拿在手上 而此人却把竿扛在肩上 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牵坠 牵坠往上十厘米左右 有两排铁钩 铁钩的间隔有二十多厘米 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 没有饵料怎么钓鱼呢 此人紧盯着水面 突然双手击掌 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击中 收线回拉一气合成 我来帮你 使劲是吧 此时钓竿已经成了弯越形 看来上钩的是条大鱼 这个水路的阻力也大 很大 我来试试它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钓起来看看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 而是一只甲鱼 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 和钓鱼的鱼竿相似 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 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喜欢打远的喜欢打近的 打不远不近是最好的 三十米左右 三十米左右 最远能甩多远 最远就甩 七八十八九十都可以 在汉寿县 用弹枪打甲鱼 堪称是当地一绝 据说一个弹枪高手 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打了多少年 打了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最多一天打多少斤 最多打这个 我们这个生态的 只能够打上三五百斤 弹枪手告诉我们 鸡掌是为了惊动甲鱼 甲鱼听到响声会上浮唤气 鼻孔露出水面 此时是甩钩的最佳时机 要把钩甩到甲鱼身后 二十厘米左右的地方 要反应呢 反应快 可是水面上波浪连连 根本都看不到甲鱼 这甲鱼在哪呢 一定它要扶出头来 扶头 但是我看到波纹 都给它遮住了 看不清楚啊 波纹越大 它头就伸得越高 没有波纹它就低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 已经不易了 要打到则更难 可是弹枪手 竟然不到半个小时 就轻松打了十几只 果然是名不虚传 于是编导有样学样 也尝试着打一次 这样子是吧 第一杆 千坠只打了一米多远 只能重新再来 这一次 总算是甩出了十几米 但是线却缠在了一起 连甩四杆 无一命中 看来啊 打甲鱼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们发现 水塘旁边有一个人 拿着手机 对于弹枪手的一举一动 在不停地抓拍 群边要圆要厚 底板要白 有血丝 爪的要锋利 有野性 你看它放地下呢 翻个身 老姐们看看甲鱼 放地下翻个身 它野性的翻身特别快 看看这个野性吧 原来 此人正在直播 弹枪打甲鱼 用弹枪刚打上来的甲鱼 消费者现场下单 有的还提前对甲鱼的重量和大小 进行了定制 大哥继续下单 继续打 方式写名字 直播间所见即所得 如今直播变成了新农活 甲鱼现抓现卖 让消费者既能亲眼看到甲鱼的生长环境 又能欣赏弹枪打甲鱼的神奇和魅力 甲鱼的捕捞方式够新奇 那么当地吃甲鱼的方法有啥特别的吗 做甲鱼如何一招去腥皮鲜 红烧甲鱼是汉树县当地的一道名菜 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 宰杀后将甲鱼洗净 直接放入锅中焯水 除去这层保护膜 甲鱼身上这层保护膜去除干净 不仅能够去苦涩 更能够去腥皮鲜 起锅烧油 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下锅煸炒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 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 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 防止糊锅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 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 也丝毫不敢大意 放入青椒 加少许料酒翻炒 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 加水焖煮三十分钟 待汤汁收尽 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 就可以出锅了 炎炎夏日的一口鲜 与家人与朋友 是悠闲是惬意 更是这世间的烟火气 甜了嘴 为了心 电视机前的你 要不要来上一口呢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 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多谢请不吝点赞 注咱们下期节目不散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